被他給偷走 外送員頭戴安全帽 走進店內出示手機 喊著要取餐 沒多久便把兩袋食物 通通淋走 這個過程看似沒有異狀 但店家事後卻指控 這餐點根本沒送到客人手中 我們的員工就問他說 你的單號是某某某嗎 他就說對 他就是個單號的外送員 他就把餐就提走了 那我覺得奇怪 怎麼那麼久都沒有完成 那我就覺得有問題 我就打電話問客服說 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沒多久 真正的外送員 這一單的外送員就來了 事發就在30號晚上6點多 新北市中和一間知名腿褲飯便當店 原來當時自稱外送員的男子 到店內取完餐後 卻遲遲沒有按下訂單完成按鈕 沒多久 又有另一名外送員上門要取餐 卻撲空 店家這才驚訣 疑似遭到騙餐 氣得PO文控訴 其實最近常常聽到 有人在講這件事情 就進來就跟你講說 我是某某單 他就拿走了 這家店真的是越來越火紅了 腿固然像琥珀色澤散發濃郁醬香 原來這家便當店推出的年菜 也很熱賣 民眾想買還得提前預購 沒想到這回 店家卻遭假外送員騙餐 事後雖不打算提告 但也PO文提醒其他業者 別再上當受騙 3C的陳一祥來信